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有少少的台務要向各位益友交代 第一件事就是今晚的10點45分將會有直播節目 因為上星期六很多益友都說看不到 所以今晚就會補回復活節長假期的前夕 第二件事就是今個月的播放列表 已經上載到我們本土台 大家如果要看回我們當日的其他影片 可以點選一下我們這條影片下面寫著本土台 你按進去然後選擇播放列表 選擇這個四月份就可以看完我們今個月的影片 說回這一節的內容 話說自從中美媒體戰展開以來 特朗普總統每次出席白宮記者會的時候 對於那些來自中國的記者 他都是份外小心的 上一次就有鳳凰衛視的女記者 三次不認中國 在最新的記者會當中 又有一位明明是幫上海東方衛視效力的記者 竟然間自稱來自台灣老點特朗普 事緣在記者會之上 上海東方衛視記者張經義獲得提問的機會 他問完問題後 特朗普就回答他 Where are you from 即是你去哪裡 這一名記者竟然回答 我來自台灣 I'm from Taiwan 特朗普就說 Good 其實已經在老點著特朗普 根本上特朗普的問題 Where are you from 你去哪裡 如果用粗俗來講 即是說 你哪一篇 沒有理由問你的出生地 或者是你的國籍 這件事根本上不對題 難道他對著一個黑人問他 Where are you from 那個人就告訴他 是來自非洲哪個國家 你當然告訴別人 你是從事哪一個機構 或者你所屬的傳媒機構 是來自哪一個地方才是 你以為是問你哪裏出生 你都愚蠢 擺明是投機取巧 竟然回答自己的出生地 而且你這個答案 亦是政治不正確 你明明是為偉大祖國的媒體 來對他效力 那你就很應該回答 你是來自中國才對 而且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 台灣只不過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中一個省份 當你向外國人介紹的時候 沒有理由回答自己的省籍 如果你是雲南人 難道你說 I'm from Yunnan 如果你是貴州人 I'm from Guizhou 沒有可能這樣回答 所以這些就是政治不正確 跟鳳凰衛視的女記者一樣 犯了同一個錯誤 為何沒有人向她 扣一頂台獨的帽子 真是奇怪 香港特區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邱騰華 不如又出來評價一下 到底這一名上海東方衛視的記者 有沒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你這麼喜歡說這些議題 是不是 林鄭出來評價一下 到底這一名的記者 有沒有違反一國兩制一笨 又不出聲的 總之這些人好像有特權 去到外國的時候 又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這麼奇怪 而且這一名張經義記者 原來他在一份雜誌 叫做商業周刊裡 有讚寫文章 他最近有一篇文章 在分析美國為什麼疫情會這麼嚴重 在這篇文章裡 他大肆批評特朗普 在爆發初期如何輕描淡寫 接著他的結論是 說今次的疫情是被政治化的 原因就是 假如疫情失控引爆民怨的話 特朗普或者就無法連任 故此他必須努力地穩住民心 這件事根本上你那些政治套語 又是跟中共的幹部輿出一次 那麽就說別人將一個問題政治化 老實說什麼叫政治化 喂 本來這些問題 就已經是政治問題 比如說這個世衛組織 他本來就是一個 給世界各國衛生部門 進行政治聯繫的平台 至於這個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他也是經過一個政治操作來產生 他就是由每一個成員票選出來 那這個是不是政治呢? 而且你有口話人 沒有口話自己 經常拿著政治 那中國有沒有操作這些東西呢? 比如說 你中國囤積這些醫療物資 是不是政治操作? 你中國禁止某一些 醫療物資出口 這些是不是政治呢? 你中國展開醫療外交 口罩外交 是不是政治呢? 你不能夠一味指控別人搞政治 你自己本身最活躍於搞政治 開口埋口 就指控別人把問題政治化 實情最喜歡把問題政治化的就是大陸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關於本地的情況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今天就召開特別會議 輪到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警務處處長鄧炳強PK等 就出席了對答 但是今天這兩位仁兄的表現相當亢奮 好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戰狼上身那樣 走去跟民主派的議員搭聲 而且反罵人家轉頭 發光爛 到底他們說什麼話呢? 首先就有這個李家超局長 他在回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質詢的時候 竟然間一直跟葉建源搭聲 一直反斥他 不斷作出一些沒有證據的指控抹黑警隊 而且他又叫民主派議員 不要美化暴力 將暴力正義化 似乎美化暴力和將暴力正義化的那個 是香港警察 很多你們所謂的執法現場 你們這些警察就地正法 將那些年輕人搏到頭破血流 但是你們聲稱你們自己是執法部隊 你們是法治的捍衛者 這些叫做執法行動嗎? 這些叫做捍衛法治嗎? 這些擺明就是純粹的肢體暴力 這樣還未夠 還有一件事更難頂 叫做制度暴力 好了 當這些人被拘捕了以後 你就濫捕他 然後就濫告了 有些人就不准他保釋 一直困住他在拘留所幾個月了 直到排期上庭的時候 竟然就撤銷控訴 然後就當庭釋放 那些人就是冤枉錯了很久了 到底特區政府有什麼補償給他們呢? 七個多月困在監牢裡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工作機會 你特區政府連不好意思都沒有說一句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美化暴力 哪一個才是真正把暴力正義化呢? 你李家超局長反省一下吧 好了 接著就到鄧炳強處長 他就在罵尹兆堅說人家有心理問題 所謂心理偏體 偏聽我聽的偏看 好了 他就說尹兆堅看不到藍絲被人襲擊 又說尹兆堅看不到 警方在721就抓了37個白衣人 但是那些黑衣人一樣 是有這一個用水後尹人 又說尹兆堅看不到 我真的想請問你這些鄧炳強大處長 喂 721你說抓了37個白衣人 喂 人家在這個影片當中 可以找得到 辨識得到出來的 都不止37個白衣人 喂 看片 只是公眾在家裡看片 你那些白衣人 拿了一百多二百人 就抓了37個 你沒搞錯 這些還不是雙重標準 這些不是選擇性執法 這些不是向藍絲傾斜 不是向建制派傾斜 是甚麼 很離譜的 那些年輕人 你抓到他天腳底 你都說要抓他 周圍是被捕人家 周圍走去上門抓人 那這些為什麼你不去抓他 蛤 白衣人你抓了什麼 抓了37個 真是厲害 百多二百人走進西鐵站 那裡襲擊市民 你竟然抓了37人 還好意思堂而皇之 搬個數字出來 懶威水 離譜的 有甚麼這麼厲害 你抓了37人 蛤 其他人去了哪裡 被人辯識出樣罵 那些為什麼你還不去執法 這些就是所謂香港的法治 這些就是香港的警察 經常說法治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香港是一個人治社會 告訴你 法是甚麼字 法治 有法治嗎 是一種多鬼魚 好了 最後就說說另一件事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梁國雄就著緊急法和共蒙面法 曾經提出司法覆核 當時高等法院已經作出判決 但特區政府不服氣 於是提出上訴 這個上訴庭今天頒下判詞 裁定政府部分上訴是得值的 包括政府以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 這件事本身是合憲的 至於在禁蒙面法的條文 有兩條仍然是違憲的 包括禁止在合法的遊行集會當中 蒙面是違憲的 以及另一條是警員有權要求 身處在公眾地方的人士 除去蒙面物品都是違憲的 梁國雄說明了 會就著這個裁決上訴 特區政府真是好事多為 應該去行緊急法的時候 你就不去行 現在處理這個疫情 很多事情你可以去行緊急法 包括就是全港免租一個月 為什麼你不去做呢 這些事情你應該去做 你不去做 不應該做的 你就做到十足十 實情這個緊急法 都不是由你林鄭來到第一個使用 是愚蠢的 以前廣東也用過很多次 只不過人家用的時候 就是要處理那些民生問題 處理一些六七暴動阻滯的問題 你現在就用來打壓市民 現在身處在這個嚴峻的情況下 為什麼你又不去用緊急法呢 很多地方你可以用 包括十四天叫市民不要出街 包括就是今個月全部免租 這些你就可以行緊急法 為什麼你不行呢 然後還好意思走出來禮橫折曲 就說去年有超過一萬一千次的遊行集會 所以就顯得香港更加自由 浪費時間的人 麻煩你做不成就下台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